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初级课程的第六节课 常见问题与推荐排阵 实际上呢 G节课呢是高级课程的内容 那么在旧版的塔罗牌学习课程里面呢 把它放到了高级课程里面 因为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非常困难的无排阵运用 但是如果说我不教大家无排阵的话 大家在问问题的时候非常不方便 因为我初级课程并没有太多的涉及到排阵的内容 以至于很多学生在后期进行解排的时候呢 他没有排阵可以运用 所以呢我会把这个高级课程呢 提前拿到这个初级课程来讲 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那么我的这个思路呢和解排呢 就是帮助大家去淡化排阵 因为在新式在现在这个新型的塔罗牌解排里面 排阵的意义呢被大大的去忽视了 或者说去削弱它的作用了 因为我们看问题啊 最重要的并不是排阵 而是排行 排行就是排与排阵联系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忽视这个排阵 但是忽视这个排阵 但是当我们忽视这个排阵之后 我们用什么样的排阵去摆排呢 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而且需要急迫解决的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排阵 叫无排阵 无排阵也是一个排阵 所以大家学会了无排阵之后呢 可以解决一切可以沾到问题 大家注意到我说了这句话 无排阵可以解决一切 塔罗牌能够沾到问题 所以将这个学好了 那简直就是怎么说呢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收获吧 如果说我们不学无排阵 我们就用普通的排阵 来进行分析的话 那可能比如说工作上面 有凯亚特十字 有幽芒心症 对吧 有什么时间金字塔 爱情你们可能有爱情维拉斯 吉普赛十字 圣花猫等等 各种奇形怪状七七八八八排阵 那么我认识到了 我见过了就两百多种排阵 那么两百多种排阵 大家想一下每天只学一个 那你可能两百多个排阵 要学习一年 这样对于我们时间来讲 是非常不划算的 所以你会把这些排阵的作用 全部淡化 直接进行无排阵学习 那无排阵呢 也是非常方便的 帮助大家去解排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虽然说难度可能 新手用起来比较难 但是呢我还是觉得 可以上手的 可以上手 慢慢去慢慢去做 一定可以做好的 好的 今天我们的课程目录呢 就是分为这五个部分 第一个 怎么样问一个好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分类 与排阵推荐 第三个呢 是无排阵运用中的常见问题 第四个呢 是无排阵讲解 第五个呢 就是现实案例分析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问一个好问题 那么在 讲到怎么样 问一个好问题的时候呢 我下面已经 列举出了八个 不推荐章的问题 首先有的问题 不是说不推荐章 而是一个原则 比如说 不成不沾 不易不沾 不移不沾 这三点是周易的原则 我觉得用在塔罗牌上 非常合适 因为不管是周易 还是塔罗牌 都是可以预测未来的 所以 对于预测未来的事情呢 我们一定要遵循这三点 不诚心的问题 不沾 不正义的事情 不沾 没有疑问的事情 不沾 我分别举几个例子 什么叫不诚心呢 来我来今天 我来验证一下 塔罗牌准不准确 对吧 我来验证一下 抱着一个 不诚实的 或者不诚心的一个心态来的 是为了验证而来的 对不起 我们不能帮你占卜 还有不正义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今天打牌 能不能赚钱 我今天偷钱 能不能成功 等等 这不正义的事情 也是不可以占的 什么叫 不疑不沾呢 就是没有怀疑 你就不要占卜了 有些人过来 对不起我没有问题 我就单纯想上占卜而已 想和你那两天 请不要把塔罗牌 占卜这件事情 看得太过于随意了 当你没有 我疑问去给别人 要别人 塔罗师帮你占卜的时候 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 怎么说呢 对塔罗牌不是特别尊重 因为你抱着 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 态度来的 而是抱着 玩一玩随性的 一个心态来的 所以 上面的指导的 三个原则 一定是要记住的 第二点 关于专业问题不沾 什么是专业问题 专业问题就是 有的比塔罗牌 更好的解决方法的 这样一些问题不沾 比如说我问你 我验一下自己的血型 是A B O 还是什么 A B 对吧 还是那种血型 这个有更好的方法呀 对吧 就是 去检测一下 对吧 比塔罗牌更准了 所以专业的问题 是不能沾的 当有比塔罗牌 更好的方法 去预测的时候 我们不要用塔罗牌 比如说预测一下 孩子的性别 不行 对吧 去预测一下我的健康 也是实际上 也是这种专业问题 因为检测健康的话 可能医生比你更专业 对吧 这是第二点 第二类 关于专业的问题不沾 第三类 第三类是 寻物问题不沾 那实际上 寻物问题是可以沾的 由于寻物问题呢 对当事人 以及加姆斯的水平 要求非常高 所以 寻物问题很难沾 它要需要用到人的这种 前意识 运用到前意识 你们相关信息呢 来进行分析 所以 寻物问题呢 是很难占补的 很难占补 第四点 自己可以选择的问题不沾 什么叫自己可以选择的问题 今天我是吃香蕉 还是吃苹果 对吧 像这样的问题 你问塔罗牌 是不是有点可笑呢 你自己不能选择吗 对吧 第五点 问过的问题不沾 那么这个我需要反复强调 有些人呢 为了验证一个好结果呢 非要去占卜 找这个占卜师占卜一次啊 找那个占卜师占卜一次 看一下准不准 对吧 看一下未来是否真的 像塔罗牌说的那样 对不起 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说你占出了 A占卜师和B占卜师 占卜师不一样的结果的话 你会觉得 我到底该信哪一个呢 陷入到这样一个迷茫之中 那等于塔罗牌呢 还给你增加疑问 所以 不要在一个月之内 问同样一个问题 以此多次 请注意这样一点 不要在一个月之内 问同一问题多次 哪怕是不同的占卜师 也不行 第六点 不关于自己的问题不占 比如说我今天要测一下 我父母的生意发展 对不起 占不了 因为 你测你父母生意的发展的时候 首先你去提供背景的时候 就不是非常的切合实际 对吧 哪怕你的父母 给我的背景 是比较主观的 那么 给出来的结果 也会针对他的主观 去给些建议 而你去叙述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有偏差 所以对于这些结果 可能是有 较大的影响 所以不关于自己的问题呢 是 不推荐占卜的 第七点 是一切检验塔楼牌准确性的问题 一定不占 比如说今天我用塔楼牌测到 我们会分手 明天我问一下周医师 用周医来检测一下 我塔楼牌算的准不准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当你去怀疑塔楼牌准确性的时候呢 塔楼牌一定会给一个 你不想要的结果 或者说一定会让你失望的 第八点 时间问题 是否问题 胜战 时间问题就是 三个月之内 我会有女朋友吗 对吧 关于时间的问题 或者说什么时候 我会有桃花孕 什么时候我的考试 我的学习成绩会变好 这问题是塔楼牌不擅长的问题 不擅长的问题 包括是否问题 比如说我们是否会分手 我的学习成绩是否会变好 等等 这样的问题呢 也是非常需要谨慎的 时间问题是很难占卜的 是否问题呢 沾不起来也是非常需要很谨慎的 比如说 特别是是否问题实际上是可以化成一个状态问题的 比如说女生想问 我们是否能够复合呀 这个问题是可以沾的 怎么沾呢 我们需要把是否复合在一个问题 换成我们之后的感情发展会是如何 如果你可以看到感情发展非常好 互动很频繁的话 那么一定是可以复合的呀 对吧 如果说感情发展陷入僵局不好 那说明复合的几率很小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巧妙的把一个是否问题 塔罗牌不擅长的问题呢 换成一个状态类问题 发展类呀 看法类呀 建议类呀等等 这些问题是塔罗牌擅长的 好了 刚才说了那么多塔罗牌不擅长占卜的问题 那么塔罗牌究竟适合占卜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从宏观角度来讲 塔罗牌适合占卜四类问题 爱情工作 是爱情工作学业和人际关系这四种 爱情里面适合占卜的问题呢 就是男方对女方的看法 男方对感情的看法 感情的发展会是如何 是否能够复合 复合的几率 对吧 这些都是可以占卜的 事业里面适合占卜什么问题呢 领导对我的看法 同事对我的看法 以及工作的发展 工作的建议等等 这都是可以占卜的 这个 学业呢 适合占卜什么问题呢 同样就是学习的发展 学习的建议 对吧 当下学习的状态 我怎么样去更好地去做我的学习 都是可以的 人际关系呢 就是大众对我的看法 那么我自己处理事情的态度 是什么样 对吧 给我哪些建议等等 都是可以占卜的 我们可以看到 淘导牌占卜的问题 更多的是 看法类 发展类 行动类 原因类 选择类 是否类 是否类不太擅长 但是以上五类 是很擅长的 所以呢 我把问题呢 进行了一个分类 以及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排阵 大家可以试着用一下 比如说发展类 感情的发展的话 非常推荐使用爱情维拉斯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排阵 因为里面有关于 双方心态的发展 双方的影响 双方的障碍 最终的结果等等 这个排展示的逻辑线条 非常完整 非常清晰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 使用爱情维拉斯 来占卜爱情 但是要注意 爱情维拉斯的用牌范围 爱情维拉斯呢 适合用56张小牌 或者是78张 全部的牌 来占卜 不适合用22张大牌 进行占卜 一定要注意 或者是用5牌 登三张 工作人际 关系发展呢 推荐大家使用流氓心症 流氓心症 不太适合占卜爱情 因为流氓心症 有过多的原因 环境 对策 实际上 谈过恋爱朋友 多的人都知道 感情里面 实际上没有什么对策 爱你就是爱你 不爱你就是不爱你 不爱你的时候 你做再多的行动 对方也可能觉得讨厌 对吧 所以流氓心症 适合做工作 但是工作不一样 工作是有一些对策的 它是可以告诉你 建议方法 人际关系呢 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当然也推荐大家使用 五牌针三张 看法类呢 五牌针三张 行动类 五牌针三张 原因类 五牌针三张 当你特别注重 男方对女方的看法的时候 实际上 我们一张牌 解决不了问题 往往需要三张牌 这个时候就用五牌针 非常好 对吧 行动类三张 原因类三张 简而言之 五牌针就是 你想知道什么问题 那么你就抽三张出来 共同解释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 男方的父母 对女方的一个看法 OK 五牌针三张摆出来了 结果出来了 对吧 我想知道 父母反对我们交往的原因 五牌针三张也出来了 我想知道 这个 人际关系里面 大家对我的看法 五牌针三张出来了 对吧 所以可以看到 五牌针是非常好用的 适合一些小问题的 当然你就想问一下感情 对吧 和某一个人的感情 首先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用爱情维拉斯就够了 爱情维拉斯已经包含看法了 包含行动了 包含原因了 对吧 都包含了 八张牌都包含了 那为什么要用很复杂的五牌针呢 比如说你看爱情维拉斯 爱情维拉斯可以看到感情中的八个 八个面向 八个问题 那么你用五牌针的话 肯定要24张 所以用起来很复杂 所以五牌针应用到 它适合的一些问题 都是小问题 看法行动啊 对吧 发展了等等 小问题 那么三张去解释问题会比较好 但是你要看整体 看综合 这就需要爱情维拉斯了 好的 选择类 有非常推荐大家使用五牌针三张 或五牌针六张 比如说你 我现在要选择 两份工作 A工作和B工作 那么我怎么选择呢 那么我先把 A工作用五牌针三张 分析一下 它的一个发展趋势 B工作呢 同样也用五牌针三张 去发展一下 看一下 所以五牌针六张呢 可以面对 可以去看两个选择 三个选择呢 五牌针九张 对吧 三个分析都看一下 很方便 当然我们有专门的选择 来的牌针是 二选一牌针 或者是三选一牌针 也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 是否类 这个我 其他的牌针 我都不推荐 我只推荐五牌针三张 来看是否的问题 我觉得五牌针三张 看是否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好 首先怎么样 根据五牌针三张 看是否类呢 首先你要看一下 五牌针三张 是正位还是逆位 它的含义是正面的 还是负面的 根据它的一个牌面信息呢 综合推断 是或者是否的一个概率 很简洁 很方便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五牌针应用中的常见问题 那么具体 我们在操作 五牌针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定问题 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去 把它问题定好 首先呢 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大家就不用再去 用什么牌针呢 搞那么复杂 非常方便 非常简单 比如说你的朋友找你问 他和他男朋友的感情 很简单 背景了解清楚之后 五牌针六张 上面三张表示 对方对真的感情的看法 下面三张表示 未来的发展 你依然可以把他的爱情 看得非常清楚 非常透彻 事实上 这四个四句话 也是我目前来讲 我作为一个职业占卜师 在接待客人的时候 所用的方法 非常实际有用 所以这个 这个页面的内容 大家一定要用 笔记本抄上去 不需要你去 记得那些牌针 就这样 爱情 上面三张 表示对方 对真的感情的看法 下面三张 未来的发展 事业 上面三张 为事业的发展 下面三张呢 为塔罗牌 所给的相关建议 学业 也是五牌针六张 上面三张表示 学业中的发展 下面呢 为塔罗牌 所给的建议 人际 上面三张表示 大众对我的看法 下面三张表示 塔罗牌 所给的建议 所以可以看到 爱情事业 学业人际里面 爱情里面 没有太多的建议 对吧 那可能通过这六张 你会准备出来 一些建议 和一些对策 但是 往往 我们在感情里面 特别是 一方和另外一方 有矛盾 或者说 一方和另外一方 他们的爱情 不对等的时候 你是很难 去解决 这些问题的 我孩子 我看到那句话 爱就爱了 对吧 可能你在 你爱人面前 你无论做什么 他都会觉得 你很美 如果说 你不爱的话 那可能你再做 跟他服务 他也再多 你再付出 他也会觉得 没有必要 所以爱情里面 没有那么多建议和方法 爱情里面的建议 无非是 大家相互克制情绪 对吧 大家这个 多多沟通啊 多多联系 多多交心啊 多多交 多多这个 说一下自己心里面的看法啊 多多证实一下问题啊 无非就是这些 他不像事业 学业人际那边 事业学业人际的 人际关系上面 占卜上面呢 有那么多 针对性的建议 比如说事业 他老派就告诉你 不要纠结了 对吧 这个事业不行 我们要采取 另外一种思考方式 像你这样去做的话 只能盲目的 带来一些 悲观的效果 我们应该 怎么样去做 我们应该去 现在要去做一个 什么样的行动 来改善 当情的一个状况 都可以啊 对吧 特别是事业上面 你可以 你测到了领导 对你的看法 有异样之外 那么你要怎么样 去改变领导的看法 这个时候 塔罗派所的建议 相当重要 比如塔罗派所的建议 是 教皇真伪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说明让你听一下 周围人的意见 对吧 可能周围人 已经给你方法了 只是你觉得不靠谱 那么这个时候 教皇真伪 放在这里呢 说明你听从他 有好效果的 对吧 非常能够帮忙 非常能够帮忙 学业上也是如此啊 那有的人 次老说学习 发展非常不错 对吧 未来可能取得 更好的学习收获 那么建议 有一个就是 恶魔逆位 恶魔逆位 说明 学习好 但是玩得也厉害 对吧 你需要把这些玩乐 放在一边 专心的投入到学习里面 这样才能有更大的提高 对不对 所以可以看到 关于事业 学业人际上面 那些建议的时候 它是很有用的 但是往往在爱情上面 你的建议好像 很多都是空谈 比如说你要 双方去克制情绪啊 让双方去 好好交流啊 这些话实际上是很空泛的 那对方实际上去做的时候 很难做到的 对吧 所以这就是爱情 事业 学业人际 四大类问题呢 我给大家已经定好了 一些问题 直接去用 就跟大家以前写 这个英语作文一样 只是一个模板啊 推荐大家使用 非常方便 好了 前面说了那么多的五排阵 五排阵那么方便 那么有用 适用语的方位那么广 那五排阵到底怎么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五排阵的 三个使用规则 第一个使用规则 首先五排阵呢 可以用二十二张大牌 或者七十八张牌 进行占卜 可以适用于任何可占问题 每个位置呢 不代表具体含义 但是要求占卜 使能力水平较高 可以依据排行 给出自己的观点 这是第一个规则啊 那么第一个规则 我们要注意的是 使用牌的范围 第二个呢 三张牌共同解释 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五排阵三张呢 以中间牌为主 两侧修正 大牌为主 小牌修正 那么有的人就很钻牛角 今天问我说 当小牌出现在中间 旁边也有大牌的时候 以谁为主呢 实际上不会搞这么戏 对吧 你为什么非要 纠结这么戏呢 把小牌放在中间 做主牌 大牌放在侧位 进行修正 实际上我会觉得 都很重要 对吧 当小牌出现在 主牌的位置的时候 大牌出现在修正位的时候 我觉得 每个位置都很重要 对吧 每个位置都很重要 第三点是 三张呢 共同解释一个问题 怎么样解释呢 直觉联想法 加上逻辑思维 逻辑推理 那实际上 直觉联想 大家好理解 那么怎么进行逻辑推理呢 很简单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如当事人问 怎么样进行更好的学习 好 出了牌型 不是说三张牌 共同解释一个问题吗 好 这三张牌 共同解释 这一个问题 来表示 他学习的建议啊 这边是教皇正位 吕济思的逆位 和月亮的正位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规则 以谁为主啊 以中间的吕济思 逆位为主 对吧 两侧的含义作为修正 以教皇的逆位作为 教皇正位作为修正 和月亮的正位作为修正 好了 怎么样进行直觉联想法 首先我们要把它 三个牌 也要搞得非常清楚 所以大家要反复的听那个音频 反复的听 反复的记 这样才能把它 这个牌液融会贯通 这样才能 进行更好的解释 好 我们看一下中间的 主牌 女祭司 女祭司本身是一个 非常有智慧的女人 但这里是逆位的 你就说 他对于学习来讲 他本身是很被动的 那么可以看到的是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但是很被动 所以学习没有效果呀 所以陶罗派的第一个建议是什么 不要被动 要充分的去发挥 自己的聪明才智 如果被动的话 你的聪明呢 将没有更好地利用起来 所以出现女祭司 逆位的效果 对吧 所以学习呢 就会有问题 这最基本的意思 好 我们看一下左侧的教皇 教皇呢 我们都知道 他表示什么 遵从边的观点 好 遵从边的观点 首先在学习里面 大家想一下 我们要追寻谁呀 我们要跟着谁的脚步去学习呀 非常显二意见就是老师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我们就是像教皇站牌一样 老师是教皇 我们是他的普通 对吧 我们要跟从老师的指引 来更好的学习 所以这张牌呢 就是提醒当事人呢 不要按照自己来来 按照老师来 所以教皇的正位往往起前出 你自己学习 有一些自己个人的特点 可能 是适合你 但是效果不好 对吧 你还是要听老师的 这是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是右次的修正位 是 月亮 月亮是什么呢 不敢尝试 不敢走 对吧 迷茫啊 迷茫 为什么迷茫呢 因为这条小路去走下去的话 感觉挺多危险的 那么 这让我联想到一个方法 你联想到什么呢 联想到 当事人可能是想学习 很想走这条学习这条路 但是呢 眼睛的问题太多 困难太大 怕走不下去 实际上当事人非常聪明 他有吕济斯一样的敏感和细利 对吧 而且他也想到了 学习过程中 可能有了这些危险 可能怕自己走不下去 所以当事人 他是有一些 没有信心的 缺乏信心的 所以这就是联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无排阶的解排里面 联想很重要 你想想 你自己是当事人 你去走月亮这条路 你敢不敢走 不敢 对吧 所以说周围的环境呢 让他感觉到前途呢 是未知的 周围的环境 学习环境呢 对吧 可能大家都是比较丧气的心态啊 或者是周围的人都觉得 他考不上等等啊 周围的环境使得他呢 对于学习这件事情来讲 很难去做好的 那么实际上 讨论牌人物 他是很聪明的女祭司 对吧 只不过是没有把 自己的主动运用到位 那么当你看清迷茫之后 坚定自信 听从老师的 一步一步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学习 会比现在要好得多 这便是无排阶的解排方法 你可以 跟着我刚才这个解排呢 可以听出很多逻辑 对吧 首先 我把中间的这张牌 定为当事人的特质 特质就是 很聪明 就是女祭司 但是呢 不够主动 对吧 他的特点 特点是他的 主要的一个 主牌 表示关键性的意思 也就是说 想要好学习的话 根本是要 将自己 被动变主动 被动变主动 第二点 左侧的教皇 表示 他有点 按照自己来来 所以学习没有效果 应该以老师的方向 为主要方向 来指导自己的学习 第三张牌呢 是月亮的命味 那可能自己内心心态上面 有一些 局促不安 或说整个环境 让他觉得 可能考不上大学 或者学习不好 学校路不好走 那实际上你走过去 那些狼啊 那些狗啊 那些虾啊 他不会咬你的 对吧 还是可以走得很好 只不过是心态弥漫而已 所以当我们去克服这些 缺点 或者说去 按照陶楼牌的建议 去做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这边是一个 五排层讲解的一个实力 好的 我们看了一个简单的 五排层三章 来看待这个 如何更好学习 我们再讲一个 现实案例 这个是一个感情案例 大家迫切想要知道的 首先我们花两分钟的时间 看一下背景 首先呢 我在占卜的过程中呢 我会让我的当事人 去提供新作这个信息 提供新作不是说 让你去 好玩的 而是让你去 分析一下元素的组合的 那么金牛座呢 是土相元素 双子座是风相元素 只要你看一下 这个元素的这个组合 你就知道 风相星座和土相星座 不是十分匹配的一个星座 对吧 它有一些矛盾和冲突的 一个风一个土 在元素上属于冲突元素 好 这个给我们就带来一些信息 可能两个人之间有矛盾 对吧 好 我们再看背景 他说双方分手呢 一定程度上是女方自己造成的 这个背景是女方提供的 双方分手一定程度上是女方自己造成的 给对方造成了不少的伤害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 只怪以前不够珍惜 女方愿意为了两个人能够重新在一起呢 做出牺牲 但现在呢 比较担心对方是否已经新会议了 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帮了定的 我帮了定的 我帮人定的问题是男方对感情的看法 以及未来的发展 所以实际上还是用的是模板 对吧 模板问题 模板问题 好的 我们首先看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我们可以挖掘出非常多的信息 女方 已经 其实上女方对于复合 已经是比较消极的了 对吧 而且男方 从女方的口中可以看到 男方已经是 可能已经新会议了呢 对吧 已经新会议了 本来就是一个很消极的背景 好 我们首先看蓝方的看法 应该是战车的逆位 审判的正位和死神的正位 逆位 首先的三张牌都是大牌 我用的就是大牌分析的 22大牌分析 第一张战车的逆位告诉我 两个人的个性差异实际上是太大了 一个白狮 一个黑狮 两只狮子在上面 陶罗牌中呢 上面的事物呢 表示优势地位 下面的事物呢 表示劣势地位 显然 两只黑狮 两只狮子 一只黑狮 一只白狮 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或者说优势地位 说明 战神 战神表示的是理智嘛 特别理智呢 已经是被情绪所控制了 对吧 特别 两个人相处呢 情绪非常多 情绪非常多 也就是矛盾非常大 这第一张 说明南方对这段感情 认为 两个人之间相处 矛盾巨多 对吧 第二张牌是主牌 关键含义 审判正伟 审判正伟这张牌很有意思 它表示是 这个起死回生嘛 或者说回光返照嘛 是吧 人生命的最后一刻 简视过往的 一个态度 那么这张牌 表示了判断力 特别南方对这段感情呢 看得已经相当清楚了 对吧 所以他认为 他此刻 所做的分手的决定 是非常 或者说是 审判清楚之后的一个决定 是衡量好之后的一个决定 并不是 随随便便做的一个决定 那女方 男方实际上已经 态度已经很坚定了 从这张牌可以看出来 第三张牌呢 就是死神的逆位 死神的正位是 过去的结束 新的开始 逆位呢 拒绝拥有新的开始 显然在南方的心目之中 他对于这段感情呢 是已经开始疏远了 对吧 他已经既定的认为呢 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不可能调和 而且 自认为呢 已经看清楚了 这些关系的发展 所以对于附和这件事情呢 提不起兴趣 死神逆位对吧 拒绝拥有新的开始 很明显的一个解释 那发展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转机呢 未来的牌呢 是力量的地位 力量的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 狮子在上面 人物在下面 说明狮子把人掌握了 对吧 说明男人把女人掌握了 说明感情的控制权在谁手上啊 不是在女方的手上 女方已经控制不了这个狮子了 男方呢 已经占的重要角色 优势地位 说明感情呢 是由男方主导的 对吧 女方呢 无论怎么做 你都控制不了感情的发展 第二张牌是 命运之轮的逆位 命运之轮逆位 感这个也很清楚 表示 关系的 这个 难以发生改变 对吧 说明还是维持现状 还是维持一个分手的状态 那么 最后一张呢 是宇基斯的正位 这张 因为他是问的嘛 问的是男方嘛 所以 张牌也是表示 男方的一个情况 是被动 非常被动 宇基斯有被动的意思 被动敏感 知性 智慧 等等意思 那么这里用的意思 应该是被动 因为前面两张牌 都是负面含义 所以 这个牌呢 确确实实可以看到 男方已经心灰意冷了 复合的几率非常小 而且 感情的主导权 全部在男方手里 女方可以说 做不了什么行动 但是可以看到 看到的是男方很被动啊 对吧 所以 一方面被动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不想发展 所以 两个人负责的几率 就小而又小了 小而又小了 好的 这边是用无牌针 去分析这个 爱情的一个案例 那么 这节课呢 讲的是无牌针的一个运用 我相信呢 大家可能 对无牌针的 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了解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 课下的时间里面 多多的运用到无牌针 去分析问题 好的 今天的讲课到此为止 我们下节课再见 就会访解采 我们下节课 走在那里面 去分析针的 课 我们下节课